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的公司做的生意也很大 在广东呢 都有她的上市公司 你要把她得罪了 对咱们整个保险公司的形象都有影响 我向你们发誓 我真的没有说什么 更没有顶撞她 我只是写了一封信 昨天传人给她 信里也只是写了一些我自己的感受而已 我绝对没有对她进行人身攻击啊 我刚才听你说 你这个客户本来是编红旗谈的 你说会不会啊 是编红旗这脾气一上来 她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对着的老板就是一通大骂 没准啊 使得客户找上门来了 这我不可能了 编红旗连剑都没见过她 红旗哥 看 看什么呀 我确实去过啊 但是我没见着啊 她毕竖给挡架了 我觉得你们不应该这么紧张 紧张什么呀 生意做的大怎么了 她 她也是一烦人的 我觉得人本来就平等的 哦 就因为做的大来 咱们这这大伙都紧张兮兮的 如果弄一下岗子来 大伙就不大人当回事 这 哎 编红旗 你懂个屁 人跟人从来就不是平等的 是吧 有的人生下来就是贵族 为什么 他血液中有着贵族的血统 像有的人吧 生来他就是一烦人 为什么 祖拜了他都见命 这野鸭脖子再长啊 不能叫天鹅 是吧 乌鸦是永远变不成凤凰的 从一开始 他身体里就没那遗传基因 没错 我就是你说那个野鸡啊 永远他变不了凤凰 我三代夏中农 房没四间是地没良母 孩子老婆热炕头 做人失败极了 但是这怎么了 我从来就没觉得我比谁低了一等了 也不会见着有钱人就阿姨奉承 摇头摆尾 整个一狗 整个一狗 见着没钱人了 就什么 光机一脚给人踢出去 什么东西 我觉得怎么了 我还劝你一句 你别看你这两年你做的不错 充其量 也就是一新生的资产阶级 离那贵族差远连边都这么不少 你还别洋洋得意的 说得太好了 我请问您是谁 编红旗 编红旗 一个小业务员是吧 没错 还在试用期呢 你就敢教训我 没什么不敢的 有什么呀 我是吴之地 你的二级经理 我不是吹 我一个月拿着 你拿着单子 你三年甭想赶上 哎呦喂 哎 别洪旗 怎么着 没错 我低头 我阿谀放肠 我摇头摆尾 我只向有钱人摇头摆尾 里边坐着那个 那是最大的一款 知道吗 我向他摇头摆尾 为什么 他们有钱 这就是真理 我爹妈跟我亲爸 各位 再亲亲不过爹妈吧 他们能给我一个月 一万多个钱收入吗 不能 打死了 他们也不能 可里边那位 他能 只要他买了我的保险 这钱我都算挣着了 别忘了 刚才你说什么什么 做人的原则是吧 我还告诉你 我的原则就一个 有奶便是娘 你记准了 有本事 拿业绩赶上我 你棱子我干嘛呀 没本事啊 你串头卷铺走人 你看不惯我是吧 我他妈还看不惯你呢 是你真棒 你有个大眼 怎么了 打架子 你还要打架是吧 你他妈是什么东西 别同期 你快四十岁了 你连老人都会不上 传姐 我就想打他 他就欠打 打一回 什么狗啊 什么全完蛋了 传姐 你别 这营业部来的客人 知道不知道 主任怎么样了 一句话都不说 在那坐着 就问什么时候开证会 他要参加 还要这样 到底要干嘛 待会就全知道了 怎么样 人都到齐了没有 到了主任 没有 甭吧 有什么呀 不就开奔驰一大款吗 别我了啊 好 我去吧 你去去 开门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张震宏总经理 他是我们市 科技产业公司的总经理 年轻有为啊 也是企业界的经理 他今天特意到我们职场 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让我们大家 以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张总经理的 大下公礼 今天突然登门拜访 事处有因 我昨天收到你们公司 许文一小姐给我发来的一份传真 我想有请许小姐代劳 把这封信给大家念一遍 嘿嘿 嘿 母亲 干嘛呢 嘿去 说什么呢 怎么了 嘿 有俩钱 你们这老总都欺负我们的女孩 你在你们公司是老总 你当我们这不是 我们这有领导 我们这 有主任呢 有主任 你这说五刀六了吗 甭吞 甭害怕 害怕什么呀 我告诉你 有俩钱 别这样 怎么了 有俩钱怎么了 喂 有俩钱就可以到我们这 喝五刀六了 我见过多了 这金玉其外 败训其中的人 多了去了 开奔驰 穿身西装 带一个劳累 是人家贵族啊 那奔驰 带款买的吧 有什么来啊 你想怎么着啊 我跟你说你别冲他 打一个女孩啊 女孩 说我 那信 我起草的 啊 传真我发的 你什么事跟我来 你是一棍子给我打晕了 还是给我活白了 我颠红旗 盯着你 不是 干嘛不说话啊 玩身体 怎么了 没事 我让我说 你不信吗 干嘛呀 他这么多人来 真是的 没见过那个 有请许小姐 那我就 恭敬不如宠命了 但其实这封信 我是发给张总个人的 没问题 我今天之所以 把我的公司的重要属下都带来 也就是想让他们知道 这封信的内容 有请许小姐 村进的总经理先生 我叫许文英 是一名普通的人寿保险公司业务员 今天是我第一次到您的公司 看到贵公司的总部办公大楼气派非凡 我被强烈的吸引住了 我为您的事业大臣感到由衷的骄傲 前时的耳闻变成了精实的目睹 事实证明的传言 您是一个商业君子 实陈与生意场上的长盛将军 实力以基于 使您成为作用数千万资产的富豪 牛云立书小姐的偶然失误 我被错领入您的办公室 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不是富丽堂皇的装修 也不是金光赏赏的大班台 更不是那些一看上去 就知道是价格不菲的装束 而是您 我实在没有想到 一位如雷挂耳的商业英才 大名鼎鼎的高科技企业总裁 竟是这么年轻人 我被强烈的震撼了 被您的年轻所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所震撼 那一刹那 我觉得我对您是佩服的五体投尽 同时也能向您提供保险服务 感到欣喜若光 但是 此后发生的一切令我震惊 您骤然变色的脸 嘲笑一般人叫我的名片 当时真的很想当面骂您 但看到有女兵在场 不想使您的尊严受到伤害 哪怕只有一丝一毫的 强忍就要夺狂而出的泪水 将我的名片重新放回到您的桌上 出门之后我哭了 不仅仅是为了我受到了您的不尊重和冷遇 更多的是我为您的行为 造成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急转而下 和随之改变的看法 总经理先生 您的在这么年轻 就拥有如此巨大的成功 毫无疑问您是个天才 是个绝对聪明的人 但是我想问问您 当您坐拥之才享受成功的时候 您觉得是不是还缺少点什么 您想过深爱您的气度 想过晚上一心等待你回家的孩子 想过那些为了您的成功 为了公司的飞速发展勤奋工作的属下吗 是 您给予过他们财富 这我绝对相信 但您给予过他们光环吗 天有独厕风云 人有祸复旦夕 各地的崩波 茫茫的业务中 谁都无法回避危险的存在 您想过 应该为自己上一份保险吗 为您的家人 您的孩子上一份保险吗 您是否想到过 您的属下一旦出现 您能给予他什么 一束鲜花 一份道瓷 还是一万块钱的丧葬补偿 这对于您来说 不管是作为上师或者是朋友 都已经算是做到人知意境了 但是您想想 如果您替他上了保险 那么在他的身后 您送去的将是十万 二十万的现金理赔 这笔赔偿 将使他的幼子 一直读到大学毕业 而不必因为父亲的离世 没有钱而放弃教育 和他的美好前程 这是多么大的善举和关爱 我不明白 您怎么就拒绝了这份应当有的关爱 总经理先生 在保险问题上 您是个蠢才 任何商人在事业成功之后 都首先要考虑是如何转嫁风险 安把保险这是转嫁风险的最佳途径 但您放弃了 您其实扔掉的并不是我的一张名片 您扔掉的也是您的福 我诚心诚意的为您挽心 我发誓我会努力的工作 争取像您一样成为成功的企业家 那个时候 我首先会为我的家人员工买保险 因为我懂得保险的重要 人们常说保险是雨中的伞 是车上的备胎 但在我看来 它是爱 人世间最无遮拦 最赤裸裸的爱 因为它包含着对人 对亲朋 对好友 对妻子 对孩子 最真实的关爱 和最人道的关怀 我们不需要 告诉 recon аж 我们 new 醒 каж 大 ум 生 斯 说到这份传真 我一夜都没有睡 反复看了三遍 我妻子问我 为什么发愣 我给她读了这封信的内容 她哭了 延伸说道 谢谢许小姐 并一定要我今天到你们 不 到贵公司来一趟 看完许小姐 和她的同事们 是这封信 打开了我通往扶植的铁门 是这封信 让我重新找回了 我即将丢失的幸福 最重要的是 让我重新拥有 对他人的关爱和关怀 谢谢许小姐 也谢谢在座的 所有的保险业务 是你们 打开了我封闭的心门 让真爱流淡 是你们嫁接风险 让许多濒临破碎的家庭 得以保全 谢谢你们 理应得到尊重的 保险业务 谢谢你们 让我重新捡回幸福的许小姐 我将永远珍藏这封信 和名片 我正式宣布 我将为我 和我的家人 以及为公司的发展 辛勤工作的属项 购买保险 总额三百万 请许小姐带我回公司 和我签约 我签约 这是我们星光普开幕以来的第一个大单 这是许明英的骄傲 也是我们部门 我们整个保险公司的骄傲 我建议今天是周末 大家晚上来一个聚餐庆祝 啊 奶奶 嗯 我今天你要就跟自己谈五玩 要后天才能回来 啊 有老师去吗 那就是你们自己去我可不放心 你个孩子在家的 一体活动啊 一定要去的 没关系啊 我都长大了嘛 对我身份证啊 你就放心让我去吧 老爷 你也放心吧 小雪啊 坐在几件衣裳 戴上这黄山素 别吃那不喝卫生的东西 注意安全 老爷就放心了 知道了 好 来 下筷子 不要 来 干凳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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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喝啊 快点回来啊 到时候还给你喝呢 啊 天啊 我特别高兴 哎 毕竟是咱们营业部 最大的一个单 是吧 这是山羊吧 这是山羊吧 對,山羊 還能擠出牛奶 哎呀,這羊肉不太好,還能擠出牛奶 我還告訴你,我的原則就一個 有奶便是牛 文英,祝賀你 如果你簽了咱們開副以來的第一大單 你會載入咱們公司實測的 雖然我陪你工作早一年 但是,成績卷不如你 沒有啦 說實在的,我很佩服你 謝謝文英 文英,我也恭喜你 謝謝你 沒有,沒有 等獎金提成發下來 你可得請我們搓一頓大飯 那是真格的 你呀,除了知道,出大事了,不得了了 就知道讓別人請客 怎麼沒見你請過別人啊 妹妹,這就是你不懂吧 俗話說呀,吃不窮 喝不窮 算起不到是必壽 這是古訓,得聽著 這人要想成一番大事 首先,你得對自己大方 其次,對別人要節儉 知道嗎 你看我出去吃飯 從來那是對方美的 為什麼呢 我讓他覺得他就是最大的一款 其實他懂什麼 真正的款 看見沒 看見沒 在這兒呢 嘿嘿嘿 嘿嘿 學著點 嗯 這兒呢 嘿嘿嘿 嘿嘿嘿 空姐,來來來來 來來來 來來來 哎,你喝了什麼呀 夜汁啊 這不是夜汁 這是本店的特產 羊奶 哎,羊奶 哎,讓我 這不是你的 這杯羊奶 得給我們的二級經理 吳之力先禮 呵呵 對不起 今天早上呢 小弟多有冒犯 您大人有大量 這杯羊奶 孝敬您喝 您喝完那羊奶 再喝酒 那胃口 您請 這還行 那 我就喝了 嗯 味道好極了 好極了 呵呵 吳之力 吳經理 您喝完了嗎 喝完了 您氣消了嗎 還成吧 呵呵 哦,對了 忘了告訴你 你媽來 在猛口等著你的 啊 你叫屁股了吧 我騙你幹嘛 你出去看看 這麼早看 怎麼找這兒呢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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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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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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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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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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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媽在石營圈我大姐那兒呢 你能到這兒呢 我記得你說過 有奶就是糧 你剛才喝那奶 就是門口那樹上那羊 我給擠出來的 那不是你媽什麼呀 邊紅旗 你怎麼敢耍我 那是你老了我 放手放手 別攔著我 你攔著我幹嘛 不是你 幹什麼的 這做人呢 應該有尊嚴 如果你一定認爲有奶就是糧的話 那我覺得門口說我拴那個就是嘛 我怎麼打你 你娘 別攔著我 老天攔著我 現在架子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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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知道你不敢 那我忘了 你是婦人 貴族 不像我們天生下酒油 下見命 我們的命哪兒值你的命啊 他們會算盡 那可笨 你 你們先坐下 你們先吃 快點 你先吃 孩子 父親 紅旗 怎麼能夠生氣 紅旗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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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什麼 在那邊大呼呼 小叫的 但是不離那麼多同事那邊 還能夠吃飯的人 很沒有胸啊 你知道不知道 誰找你了你 你也不幹這樣啊 說完了嗎 再見 哎 站住 今天客戶 本來是應該你跑的 所以 只能帶一個像咱倆的 所以你可以轉還正式員工 因為你有眼超完 不 我告訴你啊 張總 是看了你手寫的那份傳真 才決定買那份保證照 但是你問你 我會去發展新的客戶 保證完成任務就行了 如果我接受了你那份東西 別人怎麼看我 不把我看見了 所以你的心情 我心裏 好 再見 祝賀人 真心的祝賀 簽了星光固 第一張大單 記住啊 這是我發自內心的 真心的祝賀 不像有些人虛情假意的 假把垃圾的給你祝賀 在他們看來 你是壯大運簽的這份單 有朝一日他們也能夠 紅運當頭簽一份這樣的大單 我知道 這個成績是你 用你的真心才換的來的 所以我祝賀你 再見 這事好了 咱們營業部的指標啊 這個月的啊 一事就拉了一個天一個地 哼 憑這業界 下禮拜 他准能當上一級經理 是不是主人 嗯 那是三身農族做主人哪 來吧 各位 喝酒 喝酒 咱們上不了大單是吧 咱們能上酒啊 哈哈 是不是 小姐 咱們來兩瓶啤子的 喝點 喝點 你們先吃我也是 我先走了 是吧 溫夷 我還沒跟你喝酒呢 我我真有事 我先走了 改天吧好吧 主人我先走了 再見 哎 溫夷 你賬結了沒有啊 結了結了啊 好結 喝 來吧 來吧 咱們喝 來吧 走 不是 您喝呀主人 什麼事啊 整個一包飯 您喜歡的 喜歡就買吧 先來先買 走吧 行 謝謝 幹麻呀 黃 assistants 湯姐來 ucz 他又來瞧我來了 真好 你说我一看你们干儿子 我这心里这高兴啊 今儿有多么了 这时间怎么过这么快 就是您这忙吧 不是上个礼拜 你麻木活活的走了 说去看你朋友怎么样 还好吧 还行吧 帮带来您见见 可别见 怎么了 我又是个父母 带着见见 就是你脸也光彩 你说我一剪脱烂的 烂烂摊老婆子 回头让人笑话 对我干人不好我不见 不能够 他要是敢不见我干妈 我不娶他 瞎说 不娶 要是见的话呀 我好好捣着捣着 捣着捣着 戴一剧自眼镜 回头呢 穿一打花袄 人五人六的 回头见见人 你说多高兴啊 你说呢 您别麻烦了 怎么了 吹了 真的 我跟你说说啊 您猜怎么知道 那天约我 出去 我说出去 行啊 哪啊 上他们家去 上他们家去 您知什么概念 我的理解 这事成了 这生迷得给他做成熟饭 高兴得不得了 您去之前 您去之前 我就琢磨了 嘿咧 去了药房 就买了一个那个 明白吗 我这么大年纪 我才不用我那个 我傻子 哈哈哈哈 屁颠屁颠的 就去了 嗯 到那您猜怎么着 我这儿的女 我这屁股就让人 被打出来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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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躺一躺 谁让死 姑娘误会 真够倒霉的 可是 我们红旗不是那样的人 这好人 我告诉你红旗 好人总有好报 没错 就是 我妈最了解我 又麻烦您了 我给您说实话 每次我一给您剪肢 拉着您的手 就相信我妈 她那时候 跟您的一拨一样 黑白灵秋 跟一杀纸一样 我想了 拉着那么多孩子 那操心能够这样 我就想了 要是他们长大了 有钱了 给我妈 买好多化妆品 护肤 护手那个 护手霜 买好多 给我妈那手 弄得光环极了 那这 肤肤肤肤肤 哎 没想到啊 没等我挣钱长大的 我妈那我妈就藏了 我妈就藏了 每次拿着您的手 想起我妈来了 您听我一句全 您就跟着我一块过就完了 有口中和就能过啊 您干嘛呢 这是您看看 跟你过 不行 怎么了 那我儿子 不是会让人笑话的 哦 自己有儿子 跟肝儿子过去了 你说 哎呀 管怎么说呀 他们是我的儿子 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啊 他们可以不理我 但是呢 我不能让人背后 戳他们后级呢 我捡了一辈子破烂 啊 他们不愿意见我 啊 就像没我这妈似的 不过呢 我理解他们 都怨我呀 这辈子没个正式的工作 你说我能有工作吗 一连生了仨 啊 谁给我带呀 我不就在家带他们 啊 后来呢 为了把他们能拉不大了 我就干了这个叫人瞧不起的活 啊 都怨我 他们不见我 是对的 做儿子的 可以不小 当老人的不能不义 宫妻呀 我不能跟你过去 我要跟你过去 不等于给我儿子脸上抹黑呢 嗯 明白啊 这怎么回事 他怎么包与中国孩子 他们是欧洲来的 专门中国民政府呢 林雅那个顾 他们自己不会生啊 就是 真是 什么情况都有了 因为呢 现在外国人 世上比较前卫了 他们有的喜欢 就是丁克夫妻 有的家庭比较富裕 又不愿意生儿育女 所以呢 就来中国 领养一些孤儿 这样子呢 我们在中国 有了一个幸福的生活家庭 新的环境 是好事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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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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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摆摊 汇两句啊 没亏吃 看您这说文下 我一跳 这把这弄坏了 没事 给您弄弄 有点出息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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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您刚才 吸什么 我儿子好样的 我是好样的 对啊 好样的 有话您教教我 我也跟外国人评两句句 我没剪完 我没剪完 行了 行了 我没再玩了 给我剥茶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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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什么这里啊 真想不到 什么 你生活中的另一面 我看你那么细心的 躺在那儿 给老太太剪指甲 我这心里 特别特别激动 我觉得你真是 太伟大了 你别夸我 我晕 我是说真的 看你躺在那儿 剪刀啊剪刀 我还以为 那老太太 是你妈妈呢 那是吴之力的吗 吴之力 她是我们部里 最有钱的儿子经理啊 老太太啊 老太太啊 有三儿子 各个都辈儿有钱 可是老太太从来不说他们是谁 这三儿子也从来不来看他嘛 吴之力呢 是这老太太的最小的三儿子 这是上个月我从那老太太接放才知道吴之力成儿子 可老太太也不知道 我跟这吴之力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工作 他们为什么不来看他 就因为 有这么一个剪刀烂的妈 怕丢面 怕在外人面前啊 无地自容 很难看 他们怎么就不想一想呢 那是生他养他的亲妈 老太太以前有工作 后来辞了 你想咬三孩子 能不辞吗 老头这一死 靠着剪破烂做点手工艺品 把这三个孩子给拉成大 个个 大学毕业 成家立业 活着都跟人似的 就是不认这妈 老太太不管这生活多苦多难 都是笑着从容的面对 真是可怜极了 我吧 就好几次也是如说 跟这个吴之力 这三儿子说说他妈的事 后来我想 如果他觉得我 跟他说了事 会不会揭发了他的私隐权 对了老太太不力 就一直没说 当什么事也没发生 我到星期六啊 就来看看老太太 给点生活费 算是 一点心意吧 真没想到 老太太还那么可怜 我可告诉你啊 不管以后 我在不在这保险公司工作 做了 这事 只要你一人知道 不能跟任何人说 你得向我 发誓啊 因为F5 不为别的 就是求得这老太太 安宁了 我会的 你也一定会在保险公司 坐下去的 因为有我在 我会尽全力帮助你的 如果哪天洪基哥 因为不能达标 而脱落的话 那我许文英也不干 因为 是我爸家女性公司的 责任全在我身上 所以 你哪天洪基哥 不在保险公司做 就是我许文英 达标的那天 没那么严重 好 就这么着了啊 我走了 干嘛 再见 我说一声 再见 阿姨好 我问你一下 这个朝阳区 离心花园 对 是走这边 这个口 你走这边 这个口 往这边走 我们这边 坐几路车 可以到这会儿 您知道吗 这个 坐 四号 哦 坐四号 对 四号 四号 好 谢谢你啊 阿姨再见 再见 妈妈 我就要去看爸爸了 心里 真是高兴了 我想 你一定也很高兴吧 啊 来了 来了 谁呀 来了 来了 有 大妈 有事吗 就你一个人在啊 啊 对啊 就我一个人 怎么 人口普查吗 有个小女孩要找你 她说找到你就找到她爸爸了 大妈 我还没结婚 正在恋爱 我就是这辈子嫁不出去啊 我也不会找一个有孩子的男人 对啊 绝对不可能啊 不可能的 哎呀 天宇 你怎么来了 来快进来 来 哎 大妈 谢谢了 谢谢了 再见 再见了 再见 那就再见了 好好好 谢谢 哎天宇啊 来来来 快坐下 哎呀 真是稀客哎 怎么也没想到会是你来 哦 对了 你刚才说找到我就找到你爸爸 什么意思 我可不认识你爸爸 不会吧 边红旗是你父亲 天哪 她有你这么漂亮的女儿 而且都这么大了 是真的吗 嗯 当然是真的啦 我可是听老老爷亲口说的 边红旗 她就是我父亲 好 回来打电话 嗯 喂 干啥呢 进去六楼睡觉 烦着呢 对 大家 你干嘛挂电话 啊 真讨厌你这个人 不问谁就挂电话 没道德 哎呦 我说史大小姐 史同志 今天是星期天 你这样很烦人的 我要睡懒觉 知道吗 烦的时候还在后头呢 你马上告诉我 你的住址 我赶过去 行了行了 你就到那个催谷饭店后边等我算了 你没家吗 有 不欢迎你 行吗 好啊 行啊 不欢迎我 没问题 我呀 这就赶过去 还会给你带去啊 你前半生的杰作 再见 前半生 我有杰作吗 哼 我还没关系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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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